沒有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職業選手Jordan 那兩千七百分的職業選手 對戰三國 都是一千家的普通玩家 那在世紀帝國裡面 你一開始的分數就是一千家 如果你沒有打過任何天梯的話 分數就是基本的一千 所以大部分的玩家 分數會落在八百至一千六左右 算是比較正常的水準之間 那Jordan這次要來挑戰自己的實力 看能不能一次對抗三國 一千家的玩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Jordan這位 玩家選的文明 Jordan這位職業選手 選的是蒙古 那蒙古雖然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它最大的加成就只有前期 打這個吃豬 還有這個野味 這個鴕鳥跟斑馬 只有這個吃鹿的加成 那只有這個前期的野味加成之後 就經濟方面算是比較慘一點 所以Jordan的話 可能要打一個強軍師 去爭取更多資源的換取時間 好 那就來講一下 綠色這邊 綠色是這一個條盾 條盾的話 最大的特色是農田便宜 然後步兵跟起兵單位 近戰防御非常強 所以遇到Jordan的馬攻部隊的話 可能會有點棘手 所以最好是轉出一些火炮 或者是戰毛兵之類的 去擋這個蒙古圖機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他們會分工合作的話 條盾是負責插城堡 城堡寶退也沒問題 畢竟他城堡的射程非常的遠 如果點下金罐的話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位紅色的選手 紅色的是... 這個朝鮮 朝鮮的話 這位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挖石頭速度很快 進塔可以免費升級 那目前韓國的想法可能是 想要挖石頭 把自己家裡的地方 全部用劍塔防守起來 然後再蓋城堡 出這個馬戰車 做一個防守與進攻 監禁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的經濟也不是非常好 所以韓國這邊要注意的事情是 要怎麼如何趕快發展上去 轉出這個馬戰車出來 好 比較重點 好 再來看一下最後一個文明 這個文明是阿拉茲特克 那阿拉茲特克應該是 現在這四國裡面 經濟最好的一個文明 他這個資源採集量很高 可以到13 那除此之外呢 他這個聖物 這個跳的黃金速度也是非常快速的 如果可以讓隊友撿到聖物的話 或自己撿到聖物 都會有這個加成 所以還不錯 那目前看起來 他們三個選的文明 並沒有這種 文明連動的一個效果在 阿拉茲特克是聖物加成 那條頓是抗招想 所有當中可以抗招想 其實這個能力還不錯 那再來就是 韓國 韓國是投資車的攻擊距離 最小距離縮短 但是 這個場的話 出到投資車也要打到蠻後期 那就不確定這個效果會不會發揮出來 好 那目前看起來 1000家的玩家們 分數都還蠻正常的 稍微有點落後 那前期的分數會落後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 視野分數的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視野就知道了 前期 玩家們的一個視野 就會比較不一樣 你看 朱正已經在逛對手家裡了 那這邊 紅色 這邊也在開始往外逛 但是還沒逛到對手家 但是 開始在逛 朱正家之後 分數就開始洗飛了 那就是這個 出門時間點 會比較不一定 那看這個 條頓 還在 趕自己家的路 但是朱正早就已經趕完了 那就是一個熟練度的一個問題 這也是二代 比較被一些玩家詬病的事情 就是 二代要一直趕路 你不趕路的話 經濟就會差對手一起 但你不趕的話 對不對 經濟會很差 趕的話又要擔心自己的手速不夠快 或是流程不夠好 那出門探圖時間也不好 那這個 1000家 把這個路 上億人再吃 還有一個人沒法吃 然後只能走來走去 這會浪費很多時間 這個就是 有沒有練過的細腳 看這邊這個村民也是 在拔在 哇 這個就是 C第五的各種細腳 趕路不是這麼單純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邊 條頓的違法非常奇特 這個真的是 千分 玩家特有的違法 他雖然是想要圍住這塊的情況 這個想法是很OK的 但是 跟我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好 那這邊 把兩家看差不多 先看阿茲 然後再來看一下 對方韓國的一個選擇進攻 好 一上波劍時代這邊想要抓一隻去蓋木牆的村民 但這邊 韓國這邊也是很精巧的 趕快把自己的這個 村民 拉了TC回去 所以沒有造成擊殺 阿 那目前看起來 兩邊的 三邊的一個選擇 並沒有一個做快攻的動作 那 究竟是這邊是最少上封建時代 其他玩家是選擇了21P跟22P 那 這個紅色有點慘 居然還斷村 他這邊 他這邊 他這邊也是 將近快到19P 還是有斷一點點 有點不太確定 看起來是有點斷村的感覺 好 那這邊 第一時間上的是 紅色 紅色先上到了這個 封建時代 那阿茲這邊 開始在出這個君女 那 老英國呢 在這個 封建時代 就可以出這個煙刺 去做一個抵抗 好 那這邊是有挖黃金的 所以這邊 看一下 是不是要來打這個 黃金路線 這個 老英飛 但是Joder也沒有小看對手 家裡該圍的也是有圍 打的還是算是偏 好手一點 而且他這個圖 其實相對不好圍 如果他這邊 左邊可以很好圍的話 右邊這邊可以直接圍死 但是他左邊這邊 完全沒法圍 你一定要這樣拉一條 長長的到底 才可以圍好 好 那Joder 也沒有親視對手 自己還是圍一個最安全的 比較能早期 就可以圍好的一個圍法 雖然圍的範圍是偏大 但是 還是圍的 比較安心一點 這邊 刺猴直接出去 哇!這邊我們倒可以出去看 看一下這一波 好 那這邊 Joder出了三隻刺猴 但是阿茲已經出了一隻長香兵 長香兵 想要過來防守 但第一隻村民直接要遠地倒地了嗎 先攻擊這個長香兵 對 長香兵被解決 村民也被解決 這隻村民來不及逃跑 兩吋直接倒地 但是長香兵一直在暗 Joder這邊 進攻還不錯 取得了一個聖機喔 哇!他怎麼拿到四殺啦 欸! 喔!兩隻長香兵啦 好!OK!合力 嗯 嗯 還是他 有可能擊殺一隻刺猴 好 鷹刺猴 我來看一下這個 人數 那目前阿茲黃金礦阿 都已經圍死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 所以Joder應該是小... 欸!欸! 這... 才剛講說你圍死結果有洞 哎呀 那這個... 喔!這個Joder還用一隻刺猴 去吸引長香兵 唉唷!這個真的很細阿 好 那蒙古利用自己的打獵優勢 這樣遠程吃鹿肉 這樣來回吃 把這個肉慢慢放回來 也是一個不錯的經濟壓承 那...可以得到比較多的肉的話 就是出一點刺猴 但我覺得Joder這邊不能出太多刺猴 去跟對方命打 畢竟自己是要對抗三果的 對抗三果的話 這個經濟來說 可能還是要顧一下 你一直按這個肉碼的話 上城堡時代太晚 其他兩家直接上城堡 直接生頭 騎士上命運起 真的封建時代會長不住 那應該就是只會出三隻刺猴 打到底 然後這邊就要來高速上這個城堡時代 我們來看一下支援部分 目前Jodan支援數 像是500肉 快要200黃金 這個黃金數 差不多也快要上城堡了 其他玩家的支援數 反而是還沒有到城堡時代 算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支援量 所以我是在做一個偏農 然後稍微小出兵的狀況 這裡有一隻刺猴 直接撞到了... 呵... 長槍兵喔 這個Jodan 防守也沒有忘記 長槍兵要在外面巡弱 人家刺猴一進來 立刻把他都掉 好 那Jodan看到了中間韓果 防守還不錯 有小弓 而且有長槍兵 好 直接選擇了 到後方去找這個條盾 來做一個騷擾 那條盾這邊 喔 長槍兵按的實在是有點多 哇 這裡總共有大概... 六隻長槍兵 偏多 偏多 好 那這邊刺猴過來 看到這邊有果子在吃 但是... 好像沒有動 長槍兵看到敵人一過來 直接把長槍兵 放在這個木城了 這裡有我守著 Jodan這邊表示 瑟瑟發抖 直接往後寵 但是這時候 Jodan已經點下了城堡石的 一擊絕金也點了 看來是打一個騎士路線 比較有可能 因為目前這邊 Jodan沒有挖石頭 所以打寶兵不太可能 所以現階段 如果打寶兵的話 還要直接轉馬弓啊 有沒有可能 他這邊點下一擊射了 但是不可能打寶兵 這個時間點不可能打 等一下喔 不是一擊射 他點下了一擊弓 那這邊還是可能 會偏打馬路線 但黃金櫻花的人 並不多 所以我目前還是看不太出來 想打什麼 目前 先推測喔 可能會先下BK喔 出攻城器防守 然後轉出3TC 然後再來爆經濟 開始出兵 有沒有可能 這樣會不會給對手 太多機會啊 因為畢竟自己不出兵的話 會有點慘喔 因為對方也會 一直安心的農 不去騷擾的話 對方就會一直錢大起來 這邊有洞喔 這是一個洞喔 沒有沒有這裡沒洞 喔他又有一個洞 看起來很像 阿茲這邊 給了很多壓力喔 工兵 長康兵 三隻 湊湊 直接 開死 鎖了 好 那家裡果然出一個BK喔 來出這個 工程器製造所 來出個奴炮或頭車喔 直接防守家裡喔 這邊只要出個奴炮或頭車喔 都可以輕鬆擋住喔 然後這邊再直接低調士忌再補一次 好 這個洞 好 奴炮出來 好 果然是BK3TC開喔 然後騎士 稍微按一下 騎士不可能按太多喔 這個經濟會跟不上 好 這四樓一四隻還在繞 防守家裡之餘喔 好 才不忘記要記得防守 好 這邊奴炮直接穿掉了一隻 弓兵 這個奴炮這個射出來的聖誕樹喔 這個是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官方模組吧 有一段時間了 沒想到最近這個CA中把這個模組修好了 所以這個奴炮 又有這個聖誕樹可以開設 好 這邊請示 到阿茲這邊 先看一下 看來阿茲是首先被盯上了 畢竟這個經濟加成太誇張 不盯一下他的話 會弄得太舒服 好 就等這邊是選擇了下 先下二級目 3TC開弄 然後用少量單位去做騷擾 然後家裡用頭車跟奴炮防守 這個路線 好 這邊阿茲完全沒有注意到 自己被砍了一下 被砍了好幾刀之後才意識到 這邊可以再收掉一層沒有問題 但長槍兵數量有點多 很容易被抽掉一隻 哇兩隻肉馬直接被倒地 那紅色的長槍兵也過來幫忙防守 目前被塗的村民有點多 目前最落後就是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村民數只有34村 其他36-38村 被砍的村民有點多 好 那這邊 綠色也到了城堡時代 哇這邊頭車砸一發 再砸一發 但是他會B陣欸 哇這個1000分會B陣 死力還不錯 會B陣的話通常不是1000分 可能會1100喔 好上方這邊 大家都在聚集 但是沒有工程器 大量大批人馬 瀕臨城下 但是卻忘記帶工程器 極度尷尬 阿你看我看你 你先上阿 你工程你先上 沒人敢先上 變成一個尷尬的局面 你看我我看你 沒人知道該怎麼工程 好工兵直接上前 唉呦 Jodan這邊可能會死村喔 這村 這工程手有點多 欸 殘血 但頭到這邊砸一發個弩炮 直接串燒掉了這些 工兵單位阿 哇這一波防守還算不錯 這邊投車給的壓力十足喔 那這邊看他轉修道院喔 稍微按幾隻森旅喔 來防止一下對方的騎士喔 過來拆弓橫起喔 好那這邊果然有大量騎士 直接出門了 好但是要特別注意喔 小盾的一個團隊效果 可以抗招翔 所以這個騎士要招翔的話 還是要爭取一下時間喔 才能招翔到對方的騎士喔 好這邊吃了我都在繞翼 這邊開出3TC 韓國這邊開農 那這邊一隻騎士喔 喔這3隻騎士直接除掉了1隻 但是 欸第一時間收進去TC裡 哇這個老頭還活下來了 我想這個老頭還要招翔嗎 這麼近的距離 好這邊再招一下能招到嗎 但是有抗招翔能力 效果都是不錯 唉唷果然招不到 還是要瘦一下 好這就是條盾的特殊能力喔 超級強 抗招翔就是OP 然後本來可以招到騎士喔 變得也不能招了 好 雀手有點打亂Jordan的節奏了 好那這邊後方 工兵再繼續想要除尾 目前Jordan兵力城下 好 這隻騎士喔 探圖也探到 直接死去了 直接被對方騎士給抓掉 這邊騎士殘小 直接放在聖母的位置喔 來阻止對手 見聖母喔 頭車稍微砸一下 這邊收村 這邊可能要直接 喔這邊 工兵閃陣嗎 哇這看起來很有料耶 好這樣確實可以 阻擋對手的一個 頭車的一個效果 但是 閃力太過閃了 並沒有辦法 替其 弓箭啟發喔 好那Jordan 這邊第一次這樣 大爆挖石頭 挖出一棟石頭出來 那最後我上城堡時代的是 這個阿茲特克喔 畢竟他 首當其衝啊 被這個Jordan 砍爛了一堆村民 村民數喔 確實有點慘 36村 47 51 其他兩邊文明喔 都有開出TC 那確實會給到Jordan 一些不爽的壓力喔 畢竟Jordan要第一次這樣 拆掉一家 也是有點困難 那 給了對方時間越多 反而是給對手 更有壓力的感覺 但是自己不農的話 也沒有機會 所以這個 實際要怎麼取 要怎麼捨血喔 這個就是Jordan 需要考驗哪個問題 農跟軍事之間喔 做一個取捨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 橘色 等一下這個奴兵升級喔 變成奴兵啦 後面這邊 全部都變奴兵 看要不要在後面直接 唉唷 這邊可能會抓到 這邊蓋TC的村民喔 好 綠色直接當了總軍隊的一個首領 當成個指揮官的工作 叫對大家發動攻擊的指令 TACK ATACK 啊 攻擊攻擊 但是Jordan這邊 慢慢暗出了自己的蒙古足跡喔 蒙古足跡喔 蒙古足跡喔 蒙古足跡出來之後 這些騎士喔 就會比較好解決 那問題就是這些弓兵喔 但弓兵的話 還好 還是可以用這個 頭側喔 加上武炮 稍微去阻擋一下 好 那條盾指揮官 這邊發動攻擊的指令之後 卻也沒打到任何東西 稍微插了一下木牆之後 也是選擇了撤翠 這裡的重裝部隊 不敵工程器 還是只能選擇撤 蒙古嘉義的蒙古土記 慢慢產出了出來 二級色彈造學出來之後 會很誇張 那待會要再補一下品種 不然蒙古土記的血量太少 就等村民宿來到87村 紅色這邊只有67村 村民宿差了大概20村 村民宿的差距真的是蠻大的 但是紅色這裡還不錯 這邊有大量的攻擊 那韓國的特殊能力就是陸地單位 木材的消耗費 消耗用量會比較少一點 這個砸得不錯 這邊再砸一發 沒有選到V陣 陸羅頭過來上來砍一下 倒光生一隻 但是後方大量的攻擊直接過來 再砸了一下 這邊PC能蓋起來嗎 感覺有點太硬要 蒙古圖就過來丟 這個頭車 雖然砸掉了很多攻兵 但自己也是損失了 一些單位 我以為他有收到村民 結果村民全部殘血 這個韓國 散兵散得還不錯 但是問題就是 村民一直都沒殺掉 但是這邊有反殺兩隻蒙古圖技 還不錯 那城堡慢慢往外蓋 Jordan開始把自己的安全活動範圍 臉地慢慢擴增下來 而且蓋的都是高地堡 還不錯 除了這個堡以外 這個堡的話 是沒辦法 一定要去守住自己家門面 所以蓋在平均是正常 所以第一個蓋在家裡也比較安心 比較不容易被拆掉 蒙古圖技就可以一直出 那這邊 騎士速量是慢慢多了起來 我還點下二級射 那阿茲特克這邊 有一個發展空間之後 他就轉錯自己的英勇士了 英勇士的話 空間超過其實蠻順的 這邊騎士 跟老頭抵著原地倒地 來不及招翔 哇 條頓抗招翔的歷史還太好了 在這邊看起來是要送光 騎士直接被射的光 彈道學高地堡 裡面靠駐守村民 好 這邊再來挖一下 橋盾的野精 這一波進攻 橋盾要怎麼打呢 欸 這邊再繼續把什麼往外擴了 好 那 Jordan這邊到城堡時代 經濟好了起來之後 沒有第一時間想要上帝王時代 反正是開始先出兵了 但是資源量也開始慢慢轉出帝王時代的資源 不是這種直接速帝王打法 而是穩扎穩打的 把這裡的蒙古圖已經爛出來了 還有投撤喔 該防守的部隊還是有先做出來 然後帶上這個帝王時代 那我個人的話就很想要直接速上帝王 從兵都不出 然後很容易就爆炸了 這個城堡來得及嗎 還有8% 但是這個第一時間沒有上去偷射 看來是來不及 但是這邊弓箭手數量有點多 其實其8是可以射掉一隻蒙古圖記的 而對方很聰明 上了一個高地 高地結對射 兩邊的一個對射方式還不錯 這邊守住了城堡的建造時間 但是自己的弓箭手是非常大量 紅土箭這邊射出還是相當快速 然後中看到隊友有難 派了一些騎士過來救援 看這邊騎士能擋住嗎 那順帶一提 挑戰騎士是沒有跑速的 所以跑速非常慢速 重裝騎士就是這樣子喔 跑得慢 所以比較不耐抗箭矢 雖然近戰的防禦很高 但箭矢防禦 跟一般的騎士沒什麼兩樣 這邊直接收 收 收乾了 這邊送你可能要大耐淋頭了 這邊箭矢射得有點歪 喔 傷還是很痛 這邊直接走到城堡下面 送騎士 哇 這些騎士送好送滿 損失的騎士數量有點多了 畢竟這個城堡裡面太多單位了 20隻喔 箭矢直接可以射好勝嘛 這邊稍微繞一下 應該會損失更多騎士 哇 哇 哇 好慘 這個箭矢 好 那這邊 就能定用實在快要好 先點一下這個草藥治療 補下裡面的蒙古圖雞的血量 順便增加自己的 前期病的升級 然後後方阿茲特克在後面 準備了4個TC 準備來老鷹飛一下 老鷹飛的話 會對蒙古圖雞造成很大的麻煩 畢竟這個箭矢傷害 對這個老鷹 效果並不是非常的顯眼 除非自己點一下金瑞之後 那就另當別論 金瑞可能還可以稍微擋一下 好 這邊老鷹直接衝過來 家裡有弩炮 煩燒一下 煩燒了後村 究竟第四季收掉 那韓國在這邊 在前線 開始到巨型收視機 要來拆城堡了 究竟第四季也佔下巨型收視機 但是前線駐守的魔物圖雞 敢撤退啊 所以家裡只能用自己的村民收村TC 然後用少量的魔物圖雞去防守而已 說明衣術也是稍微被塗到了一些 阿茲終於反打了一下 好 這邊阿茲是不是有點尷尬 雖然有點惡極反 但是已經是城堡打帝王 傷害還是不是非常誇張 只有少量擠村 只有遠地倒地而已 好 那目前究竟已經擊倒了100多的單位 好 這邊大量騎士直接上來 硬砍巨型收視機 那最後面魔物圖雞 直接出來做防守 第一時間應該是可以拆到一台巨頭 沒問題吧 欸為什麼這台沒拆掉 哇 聲音滴血 好 但是韓國這邊看起來 是比較有觀念的 要知道要跟對方對拆城堡的話 要有大軍助手在後方 這邊全出戰毛 效果其實很不錯 戰毛的話 對這個魔物圖雞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阿茲特克還在主要辦給他稍後的工作 哇 這邊是被塗了一堆村民的意思嗎 喔 這邊有點懶懶的喔 這邊工兵可能是有打到一點東西喔 好 這邊老英再次攻擊 就等後方的一個經濟狀況 這邊城堡由 就等拿下了一個優勢戰 第一時間上前去點巨型托斯基 但是戰毛兵給的傷害也是很高 自己也是有倒了少量的魔物圖雞 但是很順利的收到兩台巨型托斯基 好 那目前五台巨頭拆城堡速度非常快速 小盾的城堡也是硬身倒地 第二台城堡 右邊這邊 也是要被拆光了 但Jordan這邊家裡還是稍微守住了 後面這邊蓋了一棟城堡 雖然地也隨時損失了大量村民 但至少後方 也稍微有城堡守住了 那後方再繼續觸摸圖祭擋下 可能就有機會了 好 那Jordan這邊第一時間選擇來攻打 塔盾的領地了 塔盾家裡TC蓋了很多 其實算蠻會弄的 以這個分盾來說算是OK的 但是這邊軍事上來說好像沒有太好 帝王時代才剛點下去而已 好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蒙古點下這個拇指環 然後大洛瑪也升級好了 呃 蒙古的大洛瑪血量有180滴血 非常的慘 好 那這邊大洛瑪要不要回救一下 自己的巨頭機直接被手撕了 空箭矢給射掉了 空箭矢給射掉了 好 有更多的騎士過來 Jordan這邊有點太大意 有點太小犯對手了 居然巨頭開菜 沒有任何人單位在防守 好 蒙古圖自己直接往左偏 要來直接掠奪阿茲特克的領地 好 當然自己巨頭也是送差不多 好 先後撤 好 那 Jordan這邊可能是被老鷹飛 飛到有點不太爽 好 看來要來直接針對阿茲這邊進攻 好 先處理阿茲 本來他想要先處理陶盾跟韓國那邊 但是這邊決定 就是先打這個阿茲 阿茲確實有點煩 這邊開始再拖射一些村民 家裡的農村全部直接被掠奪掉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防守 村民一直到處逃難 等躲在Tc 黏顏色色發抖 右旁這邊 這邊有頭車過來 但是被條頓村民暴打一波 家裡這邊肉馬也是在持續 騷擾韓國家裡的一個狀況 難怪也出了輕騎兵來做抵抗 畢竟自己工兵部隊機動性不太夠 要追到這些肉馬有點困難 好 那正面這邊在前線蓋一個城堡 再把這個條頓給進了 給控了下來 來增加自己的黃金數量 好 城堡慢慢往前推進 進一隊同步突擊也點下了 這邊想要蓋城堡 好 結果還蓋不起來 阿茲這邊直接殘遭 滅村了嗎 這個小村莊是不是要沒了 後面這邊老鷹 存了一些數量 但是沒有回救 好 但是既然你傷害我就傷害你 我們就來互相傷害 好 但是就剩時間 第一星終於看到了 原來你的老鷹 均勻在這個位置 他終於發現到了 馬上在這邊蓋下了一個城堡 好 孝頓這邊板出了重裝騎士 遊俠經濟狀況有點慘喔 還點不出來 前面出了太多騎士也沒做到什麼事情 那個 遊俠的部分可能要再找機會喔 所以點出來會比較好 但是應該是沒機會喔 也被貼了過來 好 那這邊夢露圖技 所以數量還能有很多喔 有點有去騷擾阿茲特克的關係喔 數量值秒到非常高的一個位置喔 雖然現在有四十幾隻喔 但是都是有點分散狀況 這也是就很厲害的地方 一直用少量的蒙古圖技去做騷擾 好 主力部隊通常都是用這個城堡 去扛正面的傷害 好 加上一些肉馬 做一個監工動作 分成三隊喔 同時騷擾三家 相當精銳啊 好 那阿茲家裡已經 草不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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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好 這邊草盾用了最後的力氣做反擊 大量的重裝騎士一身倒地 哇 全部死去 沒有三級防的 重裝騎士倒數非常快速阿 草盾第一時間可能會被 變成第一個滅國的 反擊阿娜 那這邊阿茲很聰明的 轉出了戰毛兵喔 戰毛兵打這些人物圖技 就稍微有點傷害了 好 那這個阿茲應該 稍微可以 呼吸一下啦 好 那這邊要來 處理一下 這邊的老鷹喔 一直飛的問題 直接圍大石牆 看你怎麼飛 直接把他圍死吧 好 那下方這邊蒙古圖技 持續在騷擾 韓國這邊大量的村民直接倒地 加利也是有兵在追逐 但是蒙古圖技的精通性太好 走到哪 射到哪 這就是歷史上蒙古最厲害的地方 這邊最新充機爆開 好 打爆 這邊黃金放很不保 但後方還有一個城堡可以避難 那目前 條盾剩下3TC喔 裡面都是用一些弱碼 屁股燒了 但裡面也是被砍的差不多了 加上更多的農田 這邊就塗到了 條盾的挖金礦村民 哇 這邊 三國打錯了GG 哇 條盾 沒想到被滅了之後 他覺得不行了 這邊其實主力也是被燒的有點慘 兩邊投降只是韓國 朝鮮喔 朝鮮這邊分數8500分 其實最高的喔 但是他也沒辦法很好對抗了 這些弱碼跟蒙古圖技的一個進攻 所以是最後一戰嗎 這邊朝鮮想用最後的兵力喔 去嘗試騎狂 但是這邊第一時間沒有拿到戰毛兵去打 蒙古圖技 蒙古圖技射完最後裝才開始打 那在蒙古圖技已經撤退了 這邊使用大洛瑪做一個進攻其實效果很不錯 久等就要來跟朝鮮最後一戰了 兩邊隊友已經做投降了 這邊 哇 這個戰毛兵還是很痛 稍微擊退了對手 久等這邊 但久等這邊在敘事帶來吧 把所有的在條盾跟阿茲特家裡的兵力全部收回來 要來全力進攻朝鮮的部分喔 朝鮮這邊覺得自己還有機會喔 點下了找炎姬跟衝行衝撞車 那這個應該是翻譯錯誤喔 之前我們的觀眾有在下方留言喔 這個找炎姬是官方翻譯的問題喔 那應該是演習喔 那這個演習點下之後呢 可以讓這個工程器喔 提供速度增加50% 所以這個遊戲裡面 衝車跑最快的喔 就是蒙古人 所以我也把它 預為成喔 這個蒙古人 是拆豬根大隊喔 最強豬根大隊 看到對方的圍勁太多喔 我幫他督一下 很快速的那種 直接產品 好 那就等最後的對手 就是朝鮮 朝鮮這邊 覺得自己軍事能力強大 還沒有落到潰敗的地步 但是這邊就等大洛馬越安越多 經濟傷越來越好 這邊再繼續最後一波的兵力了 讓他知道什麼叫做絕望了 後方家裡其實經濟還算不錯 城堡後面真的很多 好 衝車出來之後 開始有點難纏了 這邊第一時間 所有的單位會攻擊這些衝車 而且衝車跑超快 哇 不會是有六個輪子的單 六個輪子的 六個輪子的 的的的的的 單位嗎 好了 速度很快 開中開中 這邊佔毛兵線上路 被吸到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這邊 朝鮮很聰明 也時間拉友誠單位 注意點蒙古土技 蒙古土技的數量稍微慢慢變少了 來增進單位喔 大量的一個肉碼直接貼了上來 朝鮮這邊覺得沒辦法擋住這波進攻 直接打出了聚聚 哇 他這邊確實沒有近戰單位喔 所有的箭矢單位都會被這個衝車給吸引到 你等一下要派一些肉碼 或是疾兵龍在前面硬戳 把這些衝車給戳掉才行 不然這個被吸收傷害之後 汪龍徒技都要一直後面四 這些單位也是會全部被吃掉的 時間炒 早晚的問題而已 朝鮮應該也是自己也知道 所以也打出了聚聚 哇 沒想到 Jordan可以一個人打三格一千甲 這個的話我只能一打二就是極限了 他可以打到三加真的是 蠻誇張的 我覺得三加跟兩加的差距就差很多了 這個真的有點扯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哇 這個經濟 Jordan是完全勝利阿 阿茲這邊前期被砍得比較慘 所以是最落後的 沒什麼問題 那條頓這邊不知道是什麼 經濟也是偏殘阿 嗯 他可能不太會農阿 這個玩家之間阿 每個人會農的能力是不太一樣的 那朝鮮這邊是最會農的阿 經濟也非常好 所以他的兵也是最多的 所以這個遊戲其實不是你的兵操控有多好 而是你的經濟有多好 你的兵力阿 就有多強阿 這個就是RTS的一個共同的道理阿 有經濟才有兵力阿 沒有經濟就沒有兵力阿 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拜拜 掰掰 對 這次是 偏